大家好,我是黑生,关注黑生,健康博客 你是否也跟很多人一样对老年斑感到非常的困扰 老年斑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皮肤性疾病 它通常出现在我们的面部、手部、还有前臂等等 长期暴露在阳光下的部位 老年斑表现为皮肤上散发着暗黄、褐色或者黑褐色的斑块 那这些斑块的边界通常比较清晰颜色 也比较明显的生于周围正常的这种肤色 那很多人发现老年斑不仅仅影响外观 也会导致自信性下降 所以治疗和改善老年斑已经是很多人非常关注的问题 那么要想有效的处理这个老年斑 我们首先是需要对这个老年斑的成因 它的原因、病因有所了解 这样才能更好地帮助我们去更好地预防、更好地去治疗 形成老年斑的原因非常复杂 涉及到多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就是长期的日晒的影响 那么我们知道长时间的暴露在这种强烈的阳光下 紫外线的辐射下 那么会对皮肤产生损伤 皮肤的表面的色素细胞会受到刺激而增生 导致这个皮肤颜色加深 还有斑块的产生 所以今年累月的接触这个阳光的暴霎 尤其是在不注意防晒措施的情况下 这些都是诱发老年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除此之外 遗传基因也是很重要的 有家族时的人群会更容易患上老年斑 这可能与特定的遗传基因是相关的 还有一点就是女性在更炼期之后 在雌激素水平的一个下降的基础下 那么这种也会引起老年斑的形成风险的增加 那么除此之外 长期的吸烟 还有饮酒 营养状况不佳等等 还有患有糖尿病等等 这些系统性疾病也与这一个老年斑的发生率上升是有关的 那么综合来看老年斑是多种因素共同形成的一个结果 其中日晒遗传因素还有雌激素的变化是主要的致病原因 那么我们如何用自然的食材来去维护我们的皮肤健康呢 你知道吗 有些食疗方案 它不仅仅美味 还可能对我们的皮肤是有帮助的 那么接下来就跟大家介绍一款血饿蛋斑汤 那么对皮肤呢是有帮助 但这个血饿蛋斑汤包括什么样的食材呢 那么接下来就跟大家一一介绍一下 首先第一个就是血饿 我们准备一朵 那么血饿呢是一种富含多糖的食用菌 那这些多糖呢可能会对我们皮肤的保湿啊是有帮助的 虽然它不含这个胶原蛋白 但是它的一个保湿的特性啊是有助于这个皮肤啊的一个水分的保持 从而呢让这个皮肤看起来更加的光滑还有弹性 那么第二个我们准备血泥一个 血泥啊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还有水分那这些成分可以帮助我们保持皮肤的水分 从而呢起到一定的滋润的作用 虽然呢直接减少这个皱纹的效果或者直接减少这个老年般的一个效果可能不是特别明显 但是血泥呢它的一个滋润的效果对于维持皮肤的健康是有帮助的 那么第三个呢我们来看一看就是橙皮 我们准备四分之一片那成皮还有丰富的维生素C还有抗氧化成分 这些成分可以帮助啊抵抗自由肌减缓皮肤的老化的一个过程 同时呢它还有助于我们消化促进体内毒素的排出 间接的对我们皮肤的健康啊产生帮助 好那第四个呢我们看一看枸杞子 我们准备枸杞子一板 那这一个枸杞子还有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C 铁还有多种氨基酸 那这些成分对于保持皮肤的弹性光泽是有着积极的作用的 虽然呢不能奇迹般的消除这些皱纹或者老年般 但对于皮肤的健康也是有帮助的 那么接下来啊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去制作这一个血泥蛋斑汤 那么你需要准备的刚刚的血泥 血泥橙皮枸杞子我们把它准备好 首先呢我们将这个血泥泡发之后切碎 血泥呢去皮 然后切块 橙皮还有枸杞子洗干净 然后呢我们将所有的食材放入锅中 加入适量的水 煮沸之后转小火慢慢的炖煮 最后呢你可以根据啊 自己个人的口味加一些冰糖 那么这一个汤呢不仅仅美味 还可能对你的皮肤有所帮助 当然呢如果是有这种糖尿病的血糖比较高的 那么这一个汤就不太合适 那么这一个老年斑啊 它呢其实有很多因素影响 我们要想去治疗它 那其实单靠一种食物的效果可能啊非常有限 要想真正的改善这一个老年斑呢 还需要啊要这种综合的系统的一个治疗的方案 不能通过啊过分的依赖于某一种食物 那老年斑的综合的预防跟治疗措施有什么呢 那么接下来就跟大家详细的讲一讲 那首先第一点就是最重要的最重点的 那就是防晒 无论是预防还是治疗这个老年斑 减少这个皮肤接触这个紫外线和阳光的直射 是最直接最重要的 尽可能减少在强光下活动的时间 比如说如果要外出 我们可以选择这种弱光时段 那么这样子会好一点 可以采取这种防晒的措施 比如戴帽子啊打伞啊 还有防晒霜啊等等啊都是可以的啊 那么这样子做好防晒 才是避免老年斑形成的最重要的一步 其次选择合适的护肤产品 一些还有维生素C 里显胺等等这些成分的护肤品呢 可以帮助改善皮肤的颜色还有结构 但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皮肤的产品 避免刺激性成分导致的一些过敏反应 也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一些合适的一些药物来去治疗 那么其次啊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营养均衡 我们可以多吃什么都吃一些深绿色的这种蔬菜啊 或者其他的深色的蔬菜水果富含这些抗氧化营养成分 均衡的吸收各种营养可以帮助改善皮肤的营养状况 但也不要盲目的依赖某一种食物 除此之外呢 适当的进行一些有氧运动也是很重要的 这可以帮助我们促进血循环 为皮肤输送更多的养分 但应该要避免在强光曝晒下进行高强度的这种运动 那么最后呢定期的进行皮肤的检查 一旦发现异常的变化就尽快的就医 避免自行的处理 医生比较专业 可以根据你具体的情况提供这种专业的治疗方案 那么简而言之呢 要想调理好这个老年班呢 需要从多个方面去入手 做好防晒 选择合适的复复产品 注意饮食营养的均衡 可以适量的多吃一些食疗方案 像今天推荐的血鹅蛋斑汤 还有就是进行有氧运动 都是可以改善我们皮肤的状况的 更为重要的是呢 要增强这种健康的意识 重视皮肤的护理 只有做到这种内外兼修 才能够让我们皮肤健康的对抗 老年班的清洗 好的 那今天就跟大家详细讲的这个老年班 希望今天这个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 也欢迎大家转发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让大家都学会这些真正有用的健康知识 好的 我们下期再见